在行政长官监视下 两位新任助理检察长宣誓就职 自此 澳门34位检察官的队伍中 助理检察长增至12人 检察长何超敏强调 这次晋升制度合理 职称也并非职级 检察院近年处理的案件上升趋势明显 不过对于工作效率 检察长的言辞中还是流露出满意 随着刑事案件数字不断上升 部分现行法规的脱节情况日益凸显 何超敏就指出 目前文书宋达仍沿用的双挂号方式 可考虑加入其他咨询科技手段 另外刑法诉讼规定 只有在法官面前所做口供 才能作为正宫的环节过于严苛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 避免多重口供 诉讼细节也应与时俱进 敖鸭卫视 孟京姚华澳门报道